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述儿篇第五章 子曰 圣语 无衰也 久语 无不复梦见周公 宋儒的毛病在于忘字改经 罪障的读法我们也顺俗而读 不必更改 黄安石变法 百姓苦不堪言 后来司马光全部改掉 有人建议黄安石所变的法 可留则留 不可留才改 因为百姓已经习惯了 但是司马光不肯听 百姓也是受苦 所以这张的读法如极事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张书开头写如老人 那么举出宋儒的毛病 就是忘字改经 这个是犯了大毛病 这里也指出黄安石变法跟司马光 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这个一个政策改了之后 如果是可以的 可以保留的就保留 不可以保留才改 因为百姓已经习惯了 不能说改就改 那这样百姓就很苦了 那么这张书写如老人给我们讲 读法 读的方法 如同的伦理极事 这个读法就可以了 周里说梦有六种 圣人也有梦的时候 这是讲梦境 周里有讲六种梦境 那么圣人也有做梦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 大多数有做梦的经验 即解说孔曰 孔子衰老不负梦见周公 明圣时梦见周公 欲行其道也 孔子心想念周公 想学周公 所以梦见周公 六梦中有思梦 心思想什么 便做什么梦 俗言梦是心头想 若专心思想某一件事 就能做这个梦 子曰 圣已无衰也 久已无不负梦见周公 孔子是阴的后代 孔子却说 吴其为东周夫 我所做都是为周家 开周家的天下为周公 所以孔子学周公 后来日复一日 到了东周已经扶不起来 天子环境都不行了 孔子的志愿达不到 周不能治 孔子也衰老了 知道不能有所为 但是孔子是 天将以夫子为木朵 他教化大家 不再做周公 所以说不再梦见周公 这一段 血路老人给我们讲 孔子 他也是 很想学习周公 在政治上 有一番作为 但是他的志愿达不到 在佛法讲 因脸不记住 他也衰老了 知道 也不能有所作为 但是孔子 他把这个 从政的志愿 在晚年 68岁回到鲁国 就教化学生 教学生 把这个传统文化 流传到后代 所以就不再梦见周公 你们学净土法门 若常梦到极乐的境界 这样就行了 梦绝一如 做梦还不能做主 临终四大婚离 婚成时 能做得了主吗 若做梦能做主 那临终时就可以 心不颠倒 平时心思散乱 想是非 做梦时 怎会一心 这个一心 也是平时要练习的 临终又如何会一心 做梦不能一心 临终那怎么会有一心 所以原子的事物 这个助功夫作用很大 那么这个写入老人 欠我们 要学原子的事物 来帮助我们念佛 达到一心 如果没有这个 助行 平时心思散乱 讲是非 那么在梦中 就不可能会有一心 那临终 又怎么会有一心 所以这个事物 我们也要来学习 清乾隆以后的读书人 只重文章 诗词 不提道德 仁义 都是小人如 不是君子如 见面就问 诗做得如何不说 道见得如何 得修得如何 今日连义也没有了 古人有道 而且有义 经人只会勾一把 签字写阳文 阳文中没有道字 没有人质 没有人质 这样的民主前途如何会好 这个一段 那么写入老人 有没有讲 清朝乾隆以后的读书人 都偏重在文章诗词 不提道德仁义 所学的都是小人如 不是君子如 一见面就问 诗做得如何啊 不说道见得如何 得修得如何 经历连义也没有了 古人有道 而且有义 经人只会勾一把签 就是写写阳文 那阳文当中没有道 没有人 这样的民主啊 前途怎么会好 那么这个是现在的情况 的确是这样 本上不做梦最好 要梦就以 弥陀经上的境界梦 就可以了 这写入老人 勉励我们啊 要修啊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我们如果心都在 信念阿弥陀佛 训练极乐世界 晚上啊 就能梦到 弥陀经上讲的境界 如果能梦到 弥陀经上的境界 这样 我们练佛啊 也就可以了 这一生就决定往生了 所以这个 开始啊 非常重要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 好